吴侯孙权终于下了决心了 联合刘备共聚曹兵 他要和曹兔决议此战 孙权委任周瑜为江东水汉两路三军大都督 委任陈府为副都督 周瑜啊 今天一早在江派行人 叫典将杀兵 进于某时典将 按现在的中点来说就是早前七点来说嘛 某时典将 文臣武将也闻到了 特别是这些谋臣呢 五点半就来了 干嘛来那么早 紧张啊 他们都怕周瑜啊 周瑜手里有上档导舰 这要是迟到了 可真斩啊 我用这些文臣心情别提多紧张啊 既怕周瑜啊 主要是怕草草 也难怪这些谋臣怕 整个柴桑郡 空气都相当紧张 甭说柴桑 就算整个江东吧 您想能不紧张 江东人马水汉两路算在一起 不足十来万人啊 人家曹操是成兵百万 这曹兵要是杀进来 江东就全完了 所以您看那些谋臣的模样啊 有皱眉的 有咧嘴的 有叹气的 有小声嘀咕的 不敢大声说呀 让都督知道 那脑袋还要不要 武将可就不是这样子了 一个个是扬眉吐气 威风连连 甲昼鸣 惊善 可盼到这天了 这个旧长 接都督一支领舰 就杀笨曹云了 随着三声鼓响 文武来到了宝藏 列立两堂 周都督秉证归坐 他们手里的令旗 怎么一举 周瑜看了看 文武可说是权道 但是只差一人 谁啊 老将军成普 没来 怎么知道的呢 成普老将在江东 德高望重 三世老臣 只要武将一站单 他总是在前排 第一个位子上 今天那个位子 空着呢 老成普怎么没来呢 生气了 因为什么呀 自从江东 接到曹操那封西门开始 成普啊 就想在吴侯跟前请令 去打草草 这次吴侯 决意起兵了 老成普想 水汉两路 三军大帅 一定是自己的了 没想到 安排了个副手 把这位子 给了周瑜了 成普不服 你周瑜才多的年纪啊 你一共看过几本兵书 你打过什么仗 哪仗是你打的 你今天就敢领着东吴的兵将 去治曹 你打得了吗你 你以为这是普普通通 一胜一腹之战吗 此乃是国家兴亡 成败之战啊 如果打不好 东吴就叫人家给灭了 嘿嘿 孙权将军 你怎么把这么重的重任 围给了周瑜了呢 老将军怎么想一想不通 也难怪 这老头打了多少仗 旅京战阵 大小数百次 出生入死啊 大将上阵不死再上 真是可饮刀头血 睡卧马鞍心 一点都不假 而且老成普救过 先主寸监的性命 现在在江东 从孙权往下说 没有一个不尊重老成普的 包括吴国泰 都得高看成老将军一眼啊 那么这个大帅的位置 还有别人的吗 怎么会归了周瑜了呢 老头越想越生气 就是我呀 不去了 你不是点某发兵吗 我看你怎么能调动得了江东这些人马 他告诉他儿子成姿 你去 看看周瑜怎么安排 你说我脑袋疼 所以老成普没来 那个位子空着 在成普的位子旁边站着黄盖 黄盖下手就是成姿 这个老成普没来特别显眼呢 文武都往这儿指撒毛 成姿有点受不了了 他怕别人看他 他就好像觉得啊 好多眼睛都在盯着他 又成姿站在这儿火烧火燎 心里就埋怨 埋怨他老父亲 你这老头 你怎么不来呢 怎么 让我受这罪 我站着干嘛呀 这回头 你都督要点你的名格怎么办呢 真是的 你用什么气也给你揍都督 这成姿心里话 周瑜已经看见了 知道老成普没来 周都督没点成普的名 谁也说不出别的来 因为成普老将是副都督 如今龚锦挺身大体 这么一战把首领另起一举 真是不怒自威啊 立功勤良 他一共手 两边文武 赶忙把手拳举起来 嘟嘟嘟嘟 今日本都 奉我主之命 要起兵发头 军发无亲 主君应各首期之 如今曹贼梦泉 甚于等着 他求天子于许昌 囤报兵 与我江东敬上 我奉主公之命 发兵讨费 诸君 要努力向前 大军到处 不得扰民 要赏罚分明 有功责赏 有过责罚 绝不能偷信 说完了 他 本令旗望得一放 黄盖 喊 大 天 有 好 老将军 黄盖把海下 一须这么一抖 心说行 都督 有你的 第一个就派我黄盖 说明 都督眼睛里头 有我 这老头的精神 站在那浑声上下 全是劲儿 龚锦啊 这是在中军保障 要是平常速日 在行园公馆 龚锦能笑 他很喜欢 黄盖老将 这胡老熊心在 虽然人老精神 在用眼的这劲头 我命你等 为第一路先通关 老黄盖听着脸上啊 像开了的一朵菊花似的 把他乐坏了 第一路先通关是我的了 简直是称心容易啊 他是插手公平 派你二人 领战船五百支精兵四千 即日起行到三江口下寨 令厅 调前 得令啊 黄盖双手把大令接过去 终于又拿起一支令箭来 蒋亲周太宗 在 命你二人领战舟三百支精兵三千名 为第二路先通关 得令 灵同攀章 有三 你等为第三路先通关 领战船三百支精兵三千名 太使此旅王 在 你为四路先通关 陆训 董西听令 走 滚 说着话 尤打武将的行列中 闯出来一文小将 嘿 正是那陆训 这陆训可了不得 在江东人称为小宫锦 江东的文臣武将 没有几个不喜欢他的 陆训啊 那个模样长相 穿着打扮 行动作我 言谈话语 跟周都督差不多 龚锦都督也特别器重他 器重他虽然年幼 但是此人非常有才 不仅能闻 而且能武 闻才好 战打得也漂亮 他往这一站 周都督那是眼睛看着 从心里望外那么喜爱 弄你二人 为第五路先通关 得令 派吕范 朱志为四方巡警使 随都江东六郡官军所有良草 水路并进时客戚 三江俱袭 到时候全都得人马进驻三江 差一点也不行 啪啪啪 一道道令箭全都传下去了 哼 中文武个里个里是暗条大指 周都督真是调拨有方啊 眼前这是多大的压力啊 江东一共就这么几万人马 要对付曹兵百万 可是大家看周都督 是面无半点惧色 冷静沉着 特别是刚升仗的时候 一举另旗 说的那番话 按现代的话来说 那叫战前动员啊 文臣武将全服了 大将派完了 一散仗 人都走了 成姿一个人在那站着 他个气还没消 心里还埋怨他老父亲 都是你这老头把我给耽误了 都督都没派我 先锋关没落上 副将也没捞着 哼 我呀 就跟着马蚁吧 后边拽悠吧 人都走了 叫他不动地方 他的马桶进来了 少将 您还在这干什么呀 咱们走吧 走 气横横的 乘自有打大仗出来 马桶白马给他带过来 他腾的一下 飞身跳上安桥 嗖的一下 有点上不就下来 怎么回事 骑到了 拿马蚁子当脑袋了 气晕了 催马回家里 腾腾腾 几步到了大厅 砰 一辟又坐那 饭也不吃 水也不喝 哦 气的 有人告诉成仆老将 说是少将军回来了 也不怎么生气了 哦 老将成仆一听 不用问啊 这准是周朗 给我儿子气瘦 周朗 你好大的胆 我去问问 如果真是这么回事 我要到管义之中 广亭大众当之人 我把周瑜羞斥几句 想到这城土 来到大厅 进门一看 果然 儿子脸都不是傻了 承知 你回来了 回来了 嗯 在和什么人怒气 难道说 公金娃娃 七五你不成 老将军不说这个 成姿这伙还小点 一说这个 他气更大了 但是这是自己老夫君呢 他不好发作呀 赶忙站起来 一共手 爹爹啊 您不要小瞧人家周都督 今天一早 在行营之中 点将发兵 他是这么这么这么 这么掉拨的 把保障中的经过 我说了这么一遍 老成仆一听 倒吸口冷气 呸 原来 周朗他 有如此之才 嘿嘿 老成仆一抖手 我不对了 我小瞧了 公金都督 我认为他不够这个才能 他掉拨不了江东的军将 现在听儿子这一说呀 老头有点后悔了 周瑜都督 真是拂有良谋 胸藏锦绣 派将有方 动职有法 堪为帅才 我对不起周都督 不该如此小看人家 他喊了一声 儿长 随我来 成仆愣了 爹爹 到哪里去 去 都督 赔礼 啊 嘿嘿 成仆一听乐了 这才像我的老爹爹 老成仆一听好玄 我要不给都督 赔礼去 我儿子都不愣我了 爷俩跨马就奔 周瑜的管义来 门前军校 谁敢拦阻啊 老成仆 在江东还了得 别说上都督这儿来 见吴侯孙权 是推门就近 那资历在哪儿呢 那资历 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那是一时一刻 一天一眠 摔打出来的 老成仆进来之后 走的中门这儿 是插手而立 玻璃走了 有人赶忙跑进去 禀报都督 周瑜暗吃一惊 心说这老将是怎么了 今日点某起兵 老将军就没来 现在找上门来了 是来申吃我来了 还是上这儿来发脾气了 是不是这位老将军 要想倡议出将相和呀 学当年的老将连坡呀 是怎么着 拿我当的领相炉了 嘿嘿 都督按叫着自己 公锦啊 不管怎么样 也要对老将军 忍让三分 公锦整衣相应 尤打里边接出来 来到中门这儿 这么一看 老将军成谱 不像是来发火来了 怎么看得出来呢 老将军站在那会儿 供着手 毛着腰 低着个头 这是干嘛呀 公锦抢不上前 不知老将军驾到 公锦有失远迎 老将军恕罪 哎呀 都都啊 老将成谱差点哭了 今日在江畔行影点毛起兵 成谱未到 特来向都都请罪 我看都都你年幼 怕你难以 调拨江东人哪 我又藐视都都之意 今日特地前来陪礼 说着要给都都跪下 哎呀 老成谱这几句话 说得公锦眼泪差点下 这老将军 知错就改样 真不愧是德高望重 江东的一位三世老臣 这老资格呀 你要让人家尊重 真正做到德高望重 你得敬贤 众贤 让贤 福贤 你这才撑得起 以国家大计为重 也就是说 务权大局 越这样 越受人尊重 周瑜和老将军 成谱这番话 后边站着的成姿都哭了 周瑜把城市父子让进来 白酒款待 在酒席宴前 老成谱又和都督 商议了一番破槽之策 然后周瑜这才把老将军送走 周瑜心里很高兴 没想到老将成谱 能够亲自到这会儿来 想自己道歉赔礼呀 很出乎周公锦都督的意料 所以心里挺痛快 这高兴之余 他吩咐人 把诸葛锦先生请问了 诸葛锦不知道什么事 不知都督唤我 有何吩咐 诸葛先生 您的兄弟孔明到江东了 您知道吗 知道 不过我们哥俩只见了一面 还没得出功夫长谈呢 哦 诸葛先生 我替你家兄弟孔明很可惜 都督 您这话是何意 我说你家兄弟孔明有王左之才 他现在怎么能屈身辅佐刘备呢 今天我们江东很有幸 子敬先生把他给请到咱们柴桑来了 我想 反劳先生你 去劝说劝说你的兄弟 让孔明能不能弃刘备 来试东吴 就是说他离开刘宇州 来保咱家主公 这样主公得良福 找到这么一位贤良的人才 辅佐 主公很高兴 先生你呢 又可以兄弟相聚 岂不美哉 不知先生愿不愿去 说劝说劝 诸葛锦一听赶忙站起来 给都督识了个礼 哎呀 都督 我诸葛锦自到江东 愧无寸宫 我来这儿这么长时间 我一个工也没力 今天既有都督之命 我怎么能不效力前往呢 马上我就去 都督 您在这儿等候佳音吧 说完了诸葛锦先生 辞别了都督来找孔明 可心里甭提多高兴了 走着半路上仔细这么一琢磨呀 哎呀 我这差事挺难呢 怎么了 说别人好办 说劝我家兄弟孔明 你别看他是我兄弟 他比我看的书可多呀 我能说得了他吗 我一说他就明白了 这恶腿怎么办呢 不过刚才都督说的那些话 人家是好意 我兄弟真要到江东 我们哥俩一块儿保着孙权将军 兄弟能朝夕聚首 这该多好呢 可是我这兄弟 他要认准了这事情 你想扭转也不太容易啊 我得怎么说他呢 我得怎么说他呢 哎 这一路上诸葛锦先生想来想去想出个办法 有了 我就以此来打动我家贤弟 当来到孔明的拐异 望里一通病 孔明先生听说哥哥来了 赶忙接出来 是大理参败 兄弟一见面都落泪了 这是高兴的 落座之后 畅述了阔别之情啊 各人说一说 各人分手以后的这些情况 说着说着 诸葛锦一想 别时间过长 我现在就得开说了 时间一长啊 我兄弟不定想什么 对 贤弟呀 哥哥 你可知道 薄一书齐这个故事啊 孔明先生一听 说着说着话 兄长怎么提起薄一书齐来了 自从刚才 孔明先生接兄长诸葛锦进来 他心里就暗想啊 我哥哥怎么早不来晚不来 单单这个时候来 恐怕是有事儿吧 现在说着说着话 突然一提这薄一书齐 孔明先生就明白了 哦 我家兄长 侍奉公锦都督之命 来说我了 薄一书齐乃古之圣贤 那是两位先贤 小弟怎么能不知道呢 兄弟呀 既是知道 你看人家薄一书齐哥俩啊 饿死在首阳山下 饿死 人家哥俩还在一块呢 你我是一母同胞啊 现在各是其主 不能朝夕相聚 要看看人家薄一书齐的为人 我等焉能不愧呀 啊 孔明差一点乐了 心说哥哥 您说的倒是不错 但是您用的这法子太笨了 这薄一书齐是怎么回事儿 在武王发诏的时候啊 诏武王拜江子牙为大元帅 在西齐起兵的那天 就要去罚赵王了 忽然间来了俩人 把江子牙的码头给拦住 这俩人是谁呀 薄一书齐 兄弟俩 他们不让江子牙发兵 他说以陈发军为不终 赶快把兵马解散 回到西齐去恪守陈杰 那江子牙哪能干呢 说我这是调民罚罪 因为因赵王性宠杂击 残害中央 天下黎民百姓 无不怨恨 就应该罚他 薄一书齐圈了半天白圈 一气之下 这哥俩跑到守阳山去了 为了表示对赵王的忠诚啊 他们不吃周家一粒粮 几备靠几备 哥俩一块 全饿死了 你说哪找这俩愚人去 是一对愚中啊 今天诸葛锦跟孔明先生 说这个故事的意思 他倒不是羡慕 薄一书其的愚中 是说哥两个的情意 总然饿死 人家哥俩还在一块 你看你我亲兄弟 天南地北 那意思就是 干脆你上东吴这儿来得了 诸葛锦这话还没说出来 孔明先生就明白了 他就先说了 哥哥呀 今天您者我说的这个故事 我很受感动 听长所说者 请也 小弟我福保刘玄德 乃义也 你我兄弟 要是真想在一处啊 我给哥哥您出个主意 你我巨是汉臣 刘玉州呢 乃汉史之地州 哥哥您不如啊 收拾收拾 随同小弟 去辅佐刘玄德 这不就情意两全了吗 诸葛锦一听这道好 我奉都督恭谨之命 来说劝他 他现在把我给说了 诸葛锦没词了 先说兄弟 你劝我去辅佐 你们那位刘玉州啊 你知道不知道 你家主公连个地方都没有 从西野 让曹操给追的 都跑得下口来 藏爷贴在腿肚子上 连个立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 一年四季到处转 我跟上上哪去 我在江东这待着好好的 领着一家子人 我也像你似的兄弟 跟着刘备到处跑啊 我不干 诸葛锦一想我也别劝他了 干脆就这么地吧 诸葛锦告辞走 孔明先生把兄长给送出来了 诸葛锦赶忙回来见都督 公警就问他 不知诸葛先生可见到孔明 回禀都督 见到 他可有辅佐我 东吴之意 没有 他不担不来东吴啊 还要劝我离开江东 跟他去保留被 哦 先生 那你意下如何啊 哎呀 都督 东吴在我十分温厚 我怎能相欺 我哪能舍得离开东吴就走啊 嗯 公警点点头啊 先生十分钟意 我很敬佩 请先生回府歇息吧 我公警 自由制服 孔明 知策 请不吝点赞